大家好,我是CG大兵 本次我为大家带来一套肢体动画教程 教程由走路、跑步、跳跃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走路动画 正如动画师生存手册的作者威廉姆斯所说的那样 走路是世界上最难的动画 不同性别、年龄、性格的人 他们走路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当有一天你能驾驭各种角色的不同走路时 说明你已经是这一行的佼佼者了 在教程里,我还会教大家使用MDToast这个小插件 来解决向前走滑步问题 并且用它来导入导出动作也非常方便好用 最后我还会教大家使用Dact来渲染出二维线框效果 第二部分是跑步动画 写实的跑步不同于卡通跑 里面揉入了更多的细节 在本教程当中,我会带大家详细抛析各个重点与难点 让学习者都能制作出带感的写实跑步动画 第三部分是跳跃动画 这是一个电影级别的跳跃质量 我们会学习到如何摆关键POSE 如何定节奏 如何让动作与相机完美配合 特别是重量感的体现 缓冲的制作等等 相信你学完本套教程 一定会对肢体动画有一个更深的理解与掌握 好了,最后祝大家歇息愉快 学习过程中还有疑问 可以立即加入正版课程的学习交流群 讲师实施在线答疑与精英学员互相学习 还可以登录一壶网 搜索课程ID号 获取完整学习课件 工程文件等资料 扫一扫 任何问题小美胡都能帮助你啦 没问题小美胡都能帮助你 准备 只有新聞